哈喽 欢迎收听最懂你的频道 我是主持人小瑞拉 还有我的搭档 Ashley 我们这次要谈论的主题就是 天哪 拜托过年不要再问我这些问题了 真的很可恶的问题 就是我做了一些试调 就是从一些软体上告诉了我们 过年最讨厌听到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什么时候结婚 就等于 你什么时候交男女朋友 对 这占了52% 第二个问题就是 什么时候要带你的男女朋友 回来给那个家人看看 然后前提是 你要有女朋友或男朋友 对 这也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 今年年终领多少 有因为疫情而影响 而年终变少吗 这也是大家很关切的 好 第四个就是最可恨的问题了 你是不是变胖了 你是不是 感论到身材 身材变得过于圆润 我觉得这个应该要把在第一名吧 这个女生应该很care 对 但是男生应该也是多少的care 好 再来第二个五个问题 工作还一样吗 有没有change你的工作 在哪里工作 做得好吗 就是 哇 这个就是因为工作还不太稳定 才不想讲啊 对 然后第六个问题就是 今年红包 不知道多少给你爸爸妈妈 什么之类的 哇 但是我觉得红包就是看个人家庭啦 有的家里就是可能就是随意嘛 有的家里就是一定要保有个数字或是比较 那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来讨论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诶 你交男女朋友了吗 对 因为我觉得交男女朋友 诶 第一名其实是结婚啦 讲错了 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结婚 女朋友啊 你没有对象 你到底要跟谁结婚 这是重点 就是每次过年 为什么我最讨厌就是 你交男女朋友了没 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 很不好的经验 就是每一次过年的时候呢 不外乎有时候过年 可能一年才见一次面 或是一年顶多就是 中秋节跟过年 就是一年就见两次面 就对这些亲戚来说 然后第一次就是 每次就是问到 诶 小瑞啦 你交男朋友了没 然后我就很尴尬 我就跟她说 嗯 没有 上位 对 然后后来呢 我后来发现 这个回答是错误的 你要说不知道秘密 我不告诉你 应该要调读一点 不该说没有 因为这时候呢 亲戚就有分 好的跟不好的 如果是好的 亲戚就会说 哎呀 你是不是太挑啦 眼光是不是太高了 你应该把你的眼睛放下一点 去看一些比较 可能就是比较好 有些人他虽然 没有那么厉害 可是他人很好 什么之类的对 但是呢 比较不OK 长辈就看着你说 拜托你交不到 是不是你交不到 或是用一种 呃 就是我曾经被一种眼神 我现在想起来是很不俗 就是用一种歧视你的眼神 就说 哎呦 你会不会是 你有问题啊 也就是说 你是不是长得怎样 就是不OK 怎样 所以没有人喜欢你啊 真的 他很过分喔 因为我也曾经有遇过 这样的长辈耶 就是 呃 也是也是我 就是认识的一个阿伯 这样子 然后他也是会 因为女孩子长大 总是会被问到这一题嘛 就是说 哎呦 有没有男朋友 然后那个阿伯就是说 啊 就是也是用这种歧视的口吻 想说 你是不是太普通了 所以你才教不到什么的 对 真的很讨厌 然后我觉得莫名其妙 怎么会是 这个缘故呢 真的 我跟你讲 真的 亲戚就是有分这几种 我曾经还听过个长辈说 哎呦 是不是眼光太高 女孩子不要眼光那么高 但有一句台叫做什么 你一直快 一直快 快就有一个什么 不严厉的 对对对对 我就很讨厌 我就很讨厌 就是长辈讲这句话的原因 是因为 他觉得你干嘛挑 就是 有点给我的感觉就是 只要有人喜欢你 你就 可以接受 你干嘛那么挑 你这样子到时候会 择出一个 不严厉的嘛 可是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不能选择呢 为什么 就是我们一定要人家说 好我要你 然后你就说 嗯好我愿意 对而且 其实我 我觉得感情这种东西 也是真的是 很几率问题 哎 两个人要在一起到结婚 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我之前 只有看过一个什么几率的 就是那个几率真的 就是两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 可以遇到的几率 真的真的 真的很低 嗯 所以真的是缘分问题 而且怎么可能说 你要交就有 也是要有遇到 你的生活圈要广 不然就是一定是 对方也要喜欢你 狼友情妹友谊啊 对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来咯 过年的时候呢 就是常常被问到 哎 什么时候 如果你是有男女朋友 就说什么时候 带你男女朋友回来 给就是家人看看 过年吗 你就是带回来吃个饭 哎 重点来咯 重点是 如果今天你带了 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 回去给家人看看 哦 这个话题就是 整整过年的一个礼拜 就充满着你们的话题 哎 那个女生好比入鱼 是男生好了 哎 那个女女朋友 哎 是不是感觉 比较害羞 都不会跟长辈打招呼 好没有礼貌哦 然后就说 哎 你女朋友是不是 比较不会跟人家相处啊 就觉得 哎 或是说很没有礼貌 玩 吃一吃都没有喜爱 没有帮忙收 然后什么诸如此类 然后或者是说 哎 奇怪 我们这个时间 大家都坐在楼下 就是吃完围辱 一起聊天啊 哎 为什么你女朋友 都一直在房间 你不出来啊 都没有下来 对 然后还会常被问到 如果今天好 你是女生的角度 然后你找男生 哎 来我们家 他就怎么 那么久都没有回家 他们家都不用顾我 要不然就会说什么 哎呦 来我们这边 都不会跟我们这些什么 叔叔们这样互动 是不是 叔叔叔子 对 品性不是 或是什么 个性太孤僻 不好啦 什么之类的 就是这种很多 各式各样的问题 诸如此类的那个言语 然后你就觉得说 哦 我真的 这是困扰耶 这真的是困扰 所以还是不要带 就是说人家如果问你说 你怎么时候带男朋友回来给看看 你就说 哦 不给看 原来你都是这样化解的 小瑞啊 你就说 不给看 然后他就说 哎 什么时候 有没有带男朋友 我就说 不知道 他说 你怎么会不知道 就是真的不知道 就是不要回答 是或否 就是打马呼吟 这样子 不要回答是或否 就说 不知道 不给看 秘密 人家就说 你也小气 对我超级小气 对我就是这样子 没有 这样真的 比较不会有 那个太多的问题 因为真的 有时候 你知道 比如说 两个人觉得彼此不错 可是就是 在很多人的言语之中 就变成说 哎呦 他不好 他哪里怎样 然后搞到最后 就变成说 就是 太多的纷纷扰扰 所以呢 过年切记 都要回答 不知道 不给看 不明白 什么都不懂 哈哈哈哈 那是我觉得 最好的套招 最好的化解的方式 下来就是 年终领多少 啊 又是这个很敏感的问题 哎我觉得怎么 每个问题都这么锐利啊 就是年终领多少 其实就很尴尬 因为就是各行各业 如果我们今天做的是餐饮业 因为受运气影响 我觉得今年度 不要说今年度 上一年度的餐饮业 其实就开始在走下坡了 像每一年 不是都会有所谓的年终 奖金之前 不是都会办尾牙吗 可是听说今年 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尾牙被取消了 啊原来 就是都是因为疫情影响 影响这么大 因为大家不敢去餐厅吃饭啊 大家觉得去餐厅 密必是吃饭 其实蛮危险的 那老板可能就会选择说 那不然我用 红包的方式 红包的方式 或是什么方式 去取代尾牙 去吃饭的这个问题 哦 对 那这样子间接的 就是餐厅 就会影响很大 因为餐厌每年就是样嘛 就是有时候 围炉也可以赚 他们就所谓的 围炉围炎 围炎 然后或是婚宴 或是说所谓的一些家节 不是说结婚什么之类的 那他就少了一个最重要的围炎 因为围炎 几乎全台湾的公司 如果都办成 其实也是蛮可观的数字 真的 对 所以我就说 年中里多少 对产业应该是影响很大 但是如果对医疗业来说 或是对一些公司来说 那就要看它是走的是 经济产业的哪一部分 是for电子的 或是for什么各方面 那就不一定 但是 其实很多也是没有受影响 那我像银行人员 他们很像年中 也是没有受太多的影响 其实公务人员都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这个疫情没有相关 对 但是就觉得说 其实疫情真的影响到 我们很多的生活 比如说一些出产的一些问题 然后人员的派遣 什么等等 对 所以我很希望就是 今年之后 疫情可以渐渐的 不要再出现 渐渐区患 对 最好就是这个病毒 最好可以快点消失 就再也不要再货坏了 对 因为真的有疫情的关系 导致现在大家的生活都变得很不方便 然后经济都有点变得比较残淡 对 而且其实影响很大 就包括什么 海运啊 那些其实都有影响到 就只有到内陆的那个什么 嗯 内陆的那个相关的产业 就是什么 那个叫什么运输 运输就真的有 变得比较好以外 但是就是对国内来说 国内来说 因为大家其实没有出游玩 然后国内的产业有些也变好 比如说住宿率啊 或是说各方面一些小地方的 其实的产业是变得不错 但是就是各有利弊 因为出国人变少 所以在台湾购物的人 那旅游的人变多 因为大家别无选择了 只能在这里 对 所以呢 其实在这个过年这段时间 其实大家回来也是都很辛苦 因为有的人在国外工作 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得从国外回来 其实真的是很危险 对 所以希望就是在2021年 就是可以听到我们广播的人 以外的人 都是可以非常平安健康 然后大家都可以身体非常健康以外 大家都要顾好自己 然后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顺顺利利的度过 对 这段时间 希望2021年以后 大家都会更平安跟健康 真的 给大家有祝福 心希望 对 好 再来 就是 你又变胖了 就是这个问题 好讨厌 你知道我每年过年回去 我永远记得 人就会开始看我的身材 你知道吗 就会看我的身材 就是一比一 就是 骨盆以上一 骨盆以下一 然后呢 走在路上 就那些叔叔亲戚阿姨 就说 诶 诶 诶 你是不是 有的 有几年说 诶 你是不是变瘦了 那就马上有几年 诶 你是不是变胖 你屁股是不是变得更圆润了 对 然后就会都会 看到屁股去 都会focus在我的屁股上 然后其实我非常不喜欢原因 是因为 拜托 我的屁股就是长那个样子 而且拜托 我实在喜欢被看屁股 你知道 有一年啊 我永远记得就是 我可能穿比较紧身 然后每个都在看我的屁股 就说 我就会用一种台语的方向说 诶 你那个屁股啊 要减肥了 然后我就觉得 哦 大家真的很烦 因为我不高嘛 然后大家如果坐在客厅吃饭 然后刚好我站起来的那个高度 就刚好是他们坐在客厅的那个高度 就吃饭很高度 然后每个都看到我屁股 然后我还遇过一个 就是亲戚最傻 就是说 诶 你这样身材变比较好 我看一下 然后你转个侧身 真正神 我就觉得哦 我遇到那个亲戚有点变态 就觉得嗯 那我心宽懒 太久没有见到那位亲戚 那位亲戚变得有点夸张 就是他还要评论你的身材 身形这样子 就是每年过年回去 就是身形一定会被讨论 对 而且尤其是 其实我觉得 很多东西都会被讨论 比如说像你从小啦 绝对要看的地就是身高 诶 你今年有没有长高 然后就是如果 如果有一些女生 因为他可能就是到小六 就没有长高了 这个问题就很尴尬了 你看从小六到大学这段期间 对 每一年都要被问说 诶 你是不是没长高 诶 那是很讨厌的问题 对啊 我记得每次那个 Ashley嘛 就你嘛 然后你每次过年 都要被回去跟人家比说 诶 到底是A比较高 还是B比较高 对 我每年都会被比 可是很尴尬的是 不是我比较矮 是我比较高 对方比较矮 而且对方年纪还比你大 对 所以我就是从到来都觉得很尴尬 就是因为对方还比我大 然后还硬要被比说 他比较矮 但是 对 然后他就是很尴尬 而且过年最 其实最容易被比的还有 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以前如果以学生时 就会被比说 诶 谁功课比较好 诶 谁考上好的学校 然后你又考第几名 你知道我其实在读书的时候 我就是这种就是无限循环 因为每年过年就是那时候一定是 寒假刚 诶 寒假刚过 然后那时候就是已经考了一个期末考 才会放寒假 然后就说 诶你考第几名 他就是无限在比成绩 然后长辈就会有种思维 就是说成绩好 才代表你有未来 成绩差 你就会被人家比下去 所以就是 你知道每次过年那种大然纲 就是那种 比来比去 比学业成绩 比功课 比身高 比身材 然后比 有没有谁游戏 有男女朋友 对 超讨厌 可是我发现是 呃 还蛮多家庭都会这样子 就是听了很多故事就发现其实 蛮多家庭都会 但 就是唯一的差别就在于说 有一些家庭 就是 呃 可能比较纯朴的家庭 可能就比较不会 计较这么多 但是也有听过 诶我记得 我记得我之前有听过你一个朋友的 就是故事 就是那时候我们三个不是一起出来吃饭来聊天 然后 你那个朋友的家庭 故事也还蛮夸张 就是他家里 也不是这么的纯朴 就是他家里是比较有阶级制度的 嗯 对 然后他他们家不是就是 呃 也有讲一些就是 就是他们比的东西更夸张 就像我们比 你还记得吗 你那个朋友 嗯我懂 对 你那个就是 油染头发的那个朋友 我觉得他他们家 那时候我讲的故事还蛮夸张的 我记得就是我那个朋友 你分享一下 他们家就是有所谓的阶级制度 就是说 可能比如说 谁赚的特别有钱 然后谁 因为你知道一个家庭里面就是会有 兄弟姐妹之间 就是一定会有人的成就比较好 有人的成就比较差 然后成就比较好的 他就会觉得说 我的孩子就是一定要跟那个 成就比较相当的孩子玩 比如说家里可能有10个兄弟 20个兄弟 嗯我觉得 第4个兄弟跟第20个兄弟的 实力比较相当 然后让他们两个的小孩一起玩乐 然后他如果跟其他小孩玩乐 他就认为说 不要跟那些没水准的玩在一起 就是会变成说家庭会有一种适地 然后假如家庭要出游啊 我们就在过年期间想说要来个旅游 他们就会说来 嗯今天我们想跟几哥出去玩 比如说可能几哥跟几哥 或是什么妹妹什么姐姐 跟我们的地位比较相关 就是他们家都好划分那个 就是谁跟谁是一组的 一组一组这样子 而且过年最大问题就是说 有时候啊原本的 原本的人是最好相处 什么叫原本的人 就是说大家之后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大家原始的兄弟姐妹其实是好相处 可是一旦结婚了之后 比如说男生娶了老婆 然后女生嫁了老公 就会有所谓的家族斗争 比如说可能出游玩啊 就会有女生说 为什么比如说你是娶一个老婆 那他老婆就说 为什么总是你出钱 为什么总是都是我们要出钱呢 然后或者说有人嫁了一个老公 他就会说 为什么老公 为什么总是都是我们在规划 然后这些纷纷扰扰的计较 就越来越多 对因为可能原本就是 他们家族本来就是有这样子的 就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嘛 可能这几个兄弟或这几个姐妹里面 本来就有一个 就是他就是很擅长大出游的时候 就是都是他在规划找资料 然后一个呢 可能想说 他可能是大姐或是什么长女的神 反正他可能走在前头想说 哎呦 反正要搭一起出去玩 就干净把那些弟弟妹妹的钱都付掉好了 可是这时候如果他的另外一半无法理解他的身份 他就会想说 起工厂每次出去玩 你的弟弟妹妹跟我都不出钱 对 那干嘛就是三个家庭出来 我们却要负担另外两个家庭的钱 对就是说 就是会有一个计较 在过年的时候如果大家都还是原始家庭 就是说没有结婚的话 大家其实是那种计较的程度是真的是没有 那一旦结婚了就是会有很多纷纷 然后说哎我家小孩不要厉害不要优越 你家小孩好烂喔 然后什么之类的 对所以就说 其实在过年对很多人来说 他们很喜欢过年的氛围 但也有人不喜欢过年 因为他觉得说 如果大家实力相当 当然就是免除这样的问题 当然大家阶级不同的话 就是会有一些 嗯谁比较好谁比较差 我还一直念贵族学校 哎我还一直念一些公历的幼稚园 甚至不用花什么钱 对就是会觉得说 过年其实再回去这个 你们每个人的家族去看 就是一个很像一个小型的M型社会 除非大家都相当 那不然就会觉得说 哎他好像比较好 他们气势比较高 哎他们很像比较差 所以其实过年大家 应该比较要看家庭 有的人是喜欢的 有的人是不喜欢的 对可是像就是 也是有听过家里比较OK的 就顶多回去 其实大家是一个很温馨的状态 然后就可能顶多 其实也不太会有比较 也有不会比较的家庭 然后回去就说 聊一下有趣的啊 你今年又做了些什么啊 然后我们过年想要去哪里玩啊 或者说哎你交到女朋友吗 就是真的是一些很温馨的问题啊 真的好 我们再下一个话题就是说 就是过年每次都会问说 哎在哪里工作 这是不是一个 就是如果你已经刚毕业 就会说 哎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对然后就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还没找到工作 有的人会是这样回答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嗯可是我的工作可能还不是这么理想 我可能还在爬 或者是说我还在尝试中 我可能未来也还会换工作 然后其实就还七嘴八嘴 蛤还没有工作哦 那那怎样长那么大还不工作 爸妈养你那么大还念研究所 拜托你 一个月薪水才两万三 好丢脸 我跟你讲就是这种诸如此的 因为我听过太多了 对就听过太多别人在八卦别人 然后就知道 哦原来其实这些长辈之间还蛮无聊的嘛 就很喜欢聊一些就是是非 真的 或者说一些婆婆妈妈 甚至不要说亲戚啊 婆婆妈妈也很喜欢跟别人聊 就是说那个谁谁谁家的小孩 念叨的时候是结果还赚了多少钱 对啊那我家小孩才念高中而已 都赚了还比他多呢 对就是这种诸如此类的言语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诶你今天红包包多少给爸妈 其实对有的人还没有面临到这样的问题啦 但有的人就会觉得爱面 就是说诶他包十万诶 我们是不是要包个多一万 对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纷纷跟困扰 如果有落差感就会觉得 嗯好像好像要一起都一样这样子 对真的 就是我觉得过年其实是一个 就是对我来说我没有到 那么喜欢也没有到那么不喜欢 我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每一次过年 我都可以见到就是我很想念的一些家人以外 我觉得我很喜欢我一个哥哥 我每次可以跟我哥哥玩得很开心 为什么我很喜欢我那个哥哥是因为 我小时候呢我是都是跟男生一起玩的 因为我小 嗯我的年纪以上都是哥哥们 然后我的弟弟妹妹那都年纪太小 所以我不会跟我弟弟妹妹一起玩 我都是跟哥哥们一起玩 然后哥哥小时候就会带你去玩一些很奇怪的啊 比如说跑去阿嬷的那个后山啊 然后就被阿嬷打 然后呢 然后就是去跑去 好调皮 对然后就是跑去那种奇奇怪怪的 比如说什么房子跟房子中那种凤凤 然后他们乱转乱转 然后转转然后 然后就会看到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景象啊 然后就是其实也就是你们自己下自己相对 然后哥哥就一个人出生 哥哥就说那边很阴森 就是我永远记得 那边有什么 其实我到现在长大了 我是没有再去那个地方看过 可是我印象中小时候 我哥哥从一个房子 然后一直转转转转转 不知道转到哪里去 我就跟着他盲目的走 然后走到一个地方 我现在还有一点回忆 就是那个地方就像一个Temple 一个寺庙 然后那个寺庙里面很像很破旧 很像似乎也没在祭拜人 然后哥哥就说那里有什么有什么 然后他就尖叫他就跑走 然后我吓死了 我当然也是跟着跑 然后好难钻你知道吗 就是钻过去很容易钻回来 蛮不容易的 而且尤其是你还是后面的那个 最后面的那个最害怕 然后就一直往回头看 所以我就说 其实在我的回忆当中 其实我都是跟我哥哥一起玩 你是被吓大的 对 但是跟哥哥 你知道哥哥长大之后啊 就是我有一度曾经 也会觉得 蛮难过的 因为你知道小时候 就是跟哥哥一起玩 然后可是一年 可能只见了一两次面 有时候中秋节过年 一年就见一两次面 一面左右而已 然后每次回来的时候 有一年我记得我哥哥念了 那个大学 然后他可能开始变得酷酷的 你知道吗 他原本就是都很好 都会跟我说 诶 找我 比如说他吃东西 都会带我一起 然后有时候还会给我零用钱 然后过年的时候 红包会分一点给我 对我超好的 好爽哦 对 然后后来呢 他就大学了 不知道是不是 开始不知道在装什么裤 然后就不理我 然后就开始变得 就是我就说 闷闷的 哥哥你可不可以 跟我干嘛干嘛 跟我去哪里啊 然后他说 不要你不会自己去 然后他就说 我哥哥怎么变得一个样 他是不是青春起的 就开始变得那种 酷酷的都不理人 诶你一定要推荐他 听这个广播 对然后那时候 我就觉得 那时候我就觉得 好难过 就说我哥哥 就是你知道 我长大 就是第一个见到的男生 除了我爸以外 就是我哥哥 所以我会觉得 对哥哥就是 会有一种觉得 很亲切的感觉 就是哥哥 因为从小就是 跟哥哥一起玩 对 跟哥一起玩 然后就 哥哥怎么变得那么酷 我是不是偷交女朋友 然后呢 到长大之后 我才知道 哦他交了一个外国女朋友 酷酷妹妹 超酷的 然后他一直始终 都不愿意跟我说 他交外国女朋友 然后有一天呢 我就一直觉得 我哥哥一定交了一个 外国女朋友 因为有一次 我去他家玩的时候 我就听到他一直在讲英文 我想说 哥的英文那么破烂 还可以讲那么久 肯定这个关系不单纯 然后那时候我就 一直在外面偷听偷听 然后我就想说 嗯我哥肯定 交一个外国女朋友 然后从他的Facebook的迹象呢 也都是跟那群外国人出去 我就觉得 嗯他肯定八成交 那个外国女朋友 然后故事是这样子 到后期的时候呢 他就很生气 他说 诶你是不是跟我妈说 我交外国女朋友 我说没有啊 我怎么知道 我只是看你Facebook有 然后我跟我妈讲 我妈肯跟你妈讲吧 然后到最后呢 他就对我非常的生气 他就觉得说 就是你这个叛徒 然后去告诉 揭露了我 我交外国女朋友这件事 我就觉得我好无辜 那你为什么要 po在Facebook呢 对然后 因为他想说 他妈不会去看啊 对然后后期 我就跟他说 哥哥 其实你也可以大方承认 就是有就有没有 就没有嘛 哎呦不什么多丢人的事 然后有一天 他也蛮酷的哦 他承认的方式 他不是告诉我说 他真的交了一个外国女朋友 他是有一天 就跟我说 来给你视讯 然后我就跟他女朋友 一直在讲英文 然后就讲很久 然后讲了太久 我还就很夸张 我还跟英雄默生 讲英文讲那么久 结果后来我就说 哥 我就问那个女生说 你是不是我哥的那个女朋友 他就对 然后就说 哦那就直接承认了嘛 就不用问我哥 然后我后来说 哥这不是你的朋友吗 他还是不说 就这个人死亚的嘴 你就是到底为什么不说呢 但是他就是想用另外一种方式 让你去知道 对 然后所以我过年 其实我最大回就是跟哥哥 因为哥哥对我很好 是 我每次出门 我都没有带钱 我每次都说 哥哥我肚子饿了 对 哥哥我肚子饿了 然后哥哥就说 嗯好 那 好啦好啦 我请你吃吧 没有他不会这么好 他不会这么好 就跟他去吃饭 然后哥哥就说 哎 啊你的五十咧 哥哥 可是我忘记太前了 就他就跟我说 他当初他就骂你废物 然后骂完他也是默默的 去帮你把这笔钱付掉 哎可是 也是挺好的 哥哥有分哦 我有两个哥哥哦 比较好的A哥哥 是他默默把你付掉 比较不好的那位哥哥 是直接走掉 真的 啊你说什么 没有钱 哦那拜拜 他就真的走掉 让你傻眼哦 你要把他追回来哦 真的 所以我说的是 那位比较好的哥哥 就是他在我的回忆当中 就是他知道 我喜欢吃什么 所以我每次去他家玩的时候 他都会带我去吃东西 那时候我喜欢吃 饵肉冬粉啊什么 他就带我去吃 然后对我很百般的照顾 啊虽然他嘴巴 就是嘴巴很臭 然后嘴巴很硬 然后永远都不讲一些好话 但是有时候他会做一些默默 是让你知道说 哦这个哥其实在乎你这个妹妹的 对啦 他是行为派的啦 对对对 他不是讲话派的 对那Ashe 对对你来说 过年最好的回忆是什么 过年最好的回忆 世界在那边想象一个世界 然后开始去转那种小洞在那边探险 然后也是突然我弟就看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因为你知道男生就很喜欢制造金口嘛 然后我弟就看到一个又什么东西 就说我跟妳讲 那里其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狗 他们也是一只大狗喔 他把它形容成一只狮子 哈哈哈 然后他就说我跟妳讲那里有一只狮子 然后你知道小时候嘛 就是觉得很害怕 然后就 就开始也是一神尖叫 然后就大了就四五个小孩这样 一哄人善这样 然后到底在跑什么 完全不知道 就是你知道小时候就是 很好玩啊 对啊就小时候玩的不要玩 就玩的是那种想象空间 对因为我跟哥哥玩的是 比较是走那种野外的那种 啊你们玩的就是 首先小朋友小屁孩 那们玩的一些想象游戏 对可是其实我觉得 就是大玩的也都差不多啦 也喜欢钻小洞 但是我觉得最好玩的还是 大家聚在一起的感觉 对那个氛围 对 其实长大之后虽然我们 不会再这样子玩的 可是长大之后就是会用一种很成熟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一起看一部电影 然后是我们一起就是玩那个PS4 然后我们长大之后 我们就会一起聊天 聊一些就是生活所事 就是它呈现的方式就是不是玩乐 对可是那个情感还是在 就是大聚在一起的感觉 虽然我有时候还是想玩一次跟没有人理我 哈哈哈哈 就是小时候想玩就是很正常嘛 啊长大想玩真的没理我 还会说欸你几岁了 欸你是不是很幼稚啊 对 可是因为其实我还是会去呈现我原来的样子 就是不管我几岁 然后在外面有什么样的历练 但是我回到就是我原始的那个地方 我看到我原始的那些家人 我还是会把自己呈现一个 有自知之心的感觉 对就是呈现一个我当时的那个样子 大家会觉得好相处 今天如果我在外面的样子 要去表现在家族当中 就会变成说 大家觉得欸你变得好难搞喔 看起来很高高在上 好讨厌喔 对所以就是我会用很原始的方式去跟大家相处 就让你觉得说欸你很幼稚 欸你怎么长那么大 你这么幼稚 对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其实就是鼓励说 大家过年的时候呢 好好的玩得开心 然后如果很讨厌长辈问那些话 你就说不知道 然后或是贴一个叉叉在你的嘴唇说 STOP不要说问我 哈哈哈 不是那个时候拿一个什么打叉叉口罩 把它戴上的那样子 对然后把红包包大包一点 就是说 拜托就给你这包红包 什么都别问了 对 对然后 风口费 对所以 祝大家2021年的新年可以快乐以外呢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然后疫情可以逐渐减缓 然后台湾人以外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非常的健康平安 重点是过年要过得开心 祝你们红包收的很多 包的也可以包很多 让你的家人开心 对然后也祝你们可以化解各种问题 对对对 还有2021年 就是祝福大家这些以外呢 想叫男女朋友的人都可以 通通实现 对好喔 下次见囉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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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